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君所交代的事都要尽心 当然这忠并非无原则的忠 如果君主昏溃无能 朋友性恋无耻 对这样的人忠诚 那就只能说是于忠了 对于于忠 鬼谷子显然是持反对态度的 他认为如果上岸不治下乱不悟就要反 自己不被重视就要非 一反一非 表明了纵横家对儒家思想忠孝仁义的批判态度 末世无英才 贤者或隐于事 或被奸人陷害 一个朝代君主贤明 就会人才济济 知识之君大多能识正知之臣 有一次唐太宗问建议大夫魏征 历代君主为何有的明智 有的昏庸 魏征说 能够听取各方意见就是明智 片面听取个别之言就是昏庸 广泛听取意见就能了解下情 不被蒙蔽 在明君面前 证人君子可以获取功名和威望 在昏君面前 这种争执就是找死 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当朝政黑暗 动乱形势不可逆转时 就要防止孙陷其中 当即立断 该退即退 远离黑暗 隐身自保 若要逆流而上 只会受到损害 比如伤昼王的叔叔笔干 不断向昼王觐见 希望他回头是岸 最终却被昼王残害 总之 君子应有洞察先机之名 在事情还未发展成恶果时 就有所察觉 并果断决策决定去留 进退之间 适当取舍 良情责目而期 仍要善于选择 一旦找到用武之地 就要积极进取 丰功立业 如果局势不利 就要果断放手 急流永退 沉迷于权势 陷入不单实际的幻想 终会引来灾祸 春秋时 吴王夫差 打败了岳王勾见 此后 岳王勾见卧心尝胆 范黎等人的辅助下 最终历经屠治 复仇成功 吴王夫差也被逼自杀 吴国灭亡后 范黎早早辞退了官职 远离了是非场所 范州河海之上 顿迹于江湖之外 据说定居于山东河泽的桃城 成了有名的富商 视为桃朱公 范黎离离开越国后 曾给好友文种写信 劝他放弃权势 信中说 飞鸟峻 梁宫藏 狡兔死走狗烹 文种没有听取范黎的建议 认为岳王不会那么绝情 后来岳王听信谗言 怀疑文种不忠 真的逼他自杀 范黎和文种对待名录的态度不同 结局也大相径庭 这对于热衷于公民的人来说 是有借鉴意义的 岳王勾见忍辱负重 卧心长胆十年 忠报大仇 但他心胸狭窄 连同生死共患难的大臣文种都不放过 范黎有仙剑之名 他深知勾建的为人 懂得极流永退的道理 才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己 相比之下 文种的想法就未免太过天真了 人是会思想的动物 懂得进退之道 能够适当取舍 就会生活愉悦 精神充实 反之 对于事物总有非分之想 期盼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就是修身养性的大敌 可以说这是人性的弱点 如果不善于克制自我 任凭欲望的野草 蔓延从生 必然侮辱歧途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葬送前程 自古到今 贪心是人的大敌 人人都有玉海难填 想获取更多 一个人过于贪心 就会缺乏原则 官员过于贪心 将会丧失前途 商人过于贪心 就会失去伙伴 生意惨淡 所以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当今社会 物欲横流 诱惑多多 可以说到处是陷阱 因此 要学会克制自我 解谈解造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 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